四哥 我想吃你们家饭 我们家饭 你明日没有吃 我就吃 别跑了 安静 坐好 姐姐 我要这个 姐姐 我要这个 这个不行啊 唐 唐唐 谁拿的辣的东西 你们谁吃啊 你们俩 这个是草莓味的 这个是草莓味的 唐唐 这 这这个草莓味的好 喂 我在外面呢 走了 走了 不好意思 我没跟你说 你看这个 这个跟我这个一样 我回家就发 我马上就到家了 到家就发给你啊 好 拜拜 我不想喝 快点 走啦 唐唐 快点 快点 妈妈说话 能听到吗 姐姐 我要这个 妈妈 我要这个 快点 我收音台跑 我看谁先跑到收音台 不是 我的 你看他买我多多弄坏啊 你给我 妈妈 晓鸥就抢我多多 沈阳 你不要抢她的多多 你放下 吃饭了 来 快吃饭了 吃饭了 妈妈 你给我啊 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就不要闹了啊 不要说话 看谁把青菜都吃掉 妈 我要 我呀 我呀 妈 给我 我呀 妈 你吃你的我吃饭了 我呀 不给了那一块 那是我是客人 我就是要 妈 你给我 你就是不给你 我就是不给你 唐唐 唐唐 妈妈说没说过 不能在沙发上吃这个蛋卷 你看看吃的 我就是啊 给我 妈妈 小舅舅甩火碗 给我 这个是我的 我吃过 你给我那个鸡腿 我的天 我吃过了 我吃过你了 舅舅 你我是客人 你得让着我 你怎么这么没规矩 这是我们家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家 我叫来 你也让我们家吃饭 我叫来 我叫来 你 你也让我想吃你们家饭 我们家饭 你为什么要吃 我叫这 妈 你给我 你给我 我那个鸡腿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你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看垃圾袋没有了 我已经买了两包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家里的这些 生活用品 都由我来采用 你这个买垃圾袋得选一下 你这个太薄了 要买厚的那种 还一袋我还能买过牛麦 给我 我 别吵了 安静 坐好 吵什么吵 疯死了简直 家里就多来一个人 什么规矩都没有了 一点都不让心疼难了 回来给你们做饭洗澡 干什么了这是 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 知道了吗 我给你在这儿收拾 过来 妈妈 对不起我错了 我饶不饭 喂 这是怎么了 妈 哎哟 看他啊 不哭啊 不哭啊 哎哟哟 怎么啦 怎么回事情啊 哎哟 不哭不哭 哎哟 宝贝宝贝 不哭不哭 好了 好了 你别再催了好不好 我找到他 我会告诉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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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唐童发火了 其实我能让他出气来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管你再忙 你都不会冲我发脾气 我最近真的好累啊 我本来觉得 在家待盛唐六年 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然后再重新回到职场去实现自我价值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是你跟我说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得有自我 都要追求自我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妈妈当的也不好 工作好像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我都已经找不着我自己了 还实现什么自我 你怎么办 刚才你妈跟我说的事 要我来找你 我还猜你就在这儿 在来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想 这女人小的时候 在面临所有困难 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这个老爸 就替他解决 后来女儿渐渐长大 她对处理这些困难问题的能力 越来越强 渐渐地 也就不再依赖这个老爸 但是现在 她自己在独立生活当中 面临的困难 我突然看到她老爸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希望 对老爸还是像从前那样的 这个年轻有活力有担当的父亲呢 我当你看了一下老爸 我当你看了一下老爸 突然看到老爸 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 然后还走着拐杖 一拐一拐地 朝你走过来 我不知道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不知道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